S4A 来做一个达标技术器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零件呢 有Arduino扩充板 还有一个RGB的LED 还有一个按钮 那今天主要是用数位的输入 来做数位的输出 数位的输入来做数位的输出 那我们先看一下 按钮 那今天按钮的部分呢 我们会把它接在这个数位输入的地方 也就是D2或D3 D2或D3 那我们的RGB LED呢 也是用数位的方式输出 所以我们会把它接在 10 11跟13 10 11跟13这几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先拿一个3PIN的线 3PIN的线 先把LED 接起来 接起来 LED 那LED做数位输入的话 在S4A里面 它有第二角跟第三角 第二角跟第三角都可以使用作为数位的输入 那因此我们把它接在第三角好了 那我这边相对应的角位呢 GV G是紫色 然后V是蓝色 OUT是红 讯号线OUT是绿色 所以GVS 就这样把它插上去 插在第三角的位置 看到 GV GVS 紫色蓝色绿色 GVS 紫色蓝色绿色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做这个 LED RGB LED的接线 那RGB LED呢 它原则上 其实买来都差不多 其中有一只角是接地 那另外三只角就是三个颜色的控制 好 那如果你买的模组比较不好 它会标示错误 标示错误 那所以呢 我们一样把它接起来 好 那特别注意的是 你的G接的是哪一个颜色 那就是不要接错了 好 那三个颜色呢 有三条讯号线 我们把三条讯号线分别 接在10 11跟13 另外黑色的部分 另外黑色的部分 我们要接在GND 所以黑色 这边呢 这扩充板上面 这上面有很多GND 这一整排都是GND 所以我只要接在其中任何一个 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黑色接在 10号的GND 好 然后另外三个颜色呢 分的控制线分别接到 10、11跟13的讯号 好 这样就可以完成接线 好 这样就完成接线 好 这样就完成了接线 我们首先要先检查这个视窗 这个视窗 那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那个 LED LED接在D3的位置 Digital 3 S3的位置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那当我按一下 那请你注意看这个Digital 3的位置 那以这个模组来讲 我们如果按下去 它会变成False 那没有按呢 变成True 按下去变False 放开变成True 那有时候我们买到的模组 有时候买到的模组会是 按下去是True 然后放开是False 所以这个模组刚好是比较不直觉 跟我们平常习惯反向的模组 不过你买模组的时候 常会遇到这种事 所以你就先确认一下 你现在没有按的时候 它是True 然后按下去是False 这样就可以了 先确认一下动作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在我们就 它的这个Digital 3 它的位置在这边 Sensor Sensor of Sensor Digital 3 所以我们要选Sensor Digital 3 那它是一个六角形的基目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布林判断 那这个就是问你有没有按下去 有没有按下去 那根据我们刚刚的经验 它现在是True 就没有按的时候 反而是True 所以我们给它加一个反向 就是不成立 那这样子就变成说 因为我们的判断是 是成立才会进行嘛 那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去做判断 或者呢 或者我们用这样子其实也可以啦 就是你的那个程式控制的时候要反向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比如说 假设我按按钮 然后它就发出一个Do的音 好 所以呢 我们来发出一个Do的音 好 这是发出Do的音 那所以我要侦测 有没有按下去按钮 所以我就重复的执行 如果 如果呢 我按下去 那按下去是False吧 可是这里要True才会执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那本来是按下去是False的时候 这里False再加一个False 负负得正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启动 好 那我们就去弹奏Do 好 把它放进来 那当我执行的时候 当我执行的时候 当我执行的时候呢 当我按立起执行 好 各位看一下 那当我来 按下去 就会有那个Do的声音 按下去是False 那False呢 False因为这里负负得正 因为这里负负得正 所以它就会弹奏声音 好 所以我们测试按钮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要测试 我们的RGB的LED 好 接下来测试RGB的LED 那我们的RGB LED 接在10 11跟13 它的讯号是接在10 11跟13 那因此呢 好 我们来先来测一下 我们的RGB 能够输出正常 所以呢 先到这边 把Digital on 跟Digital off 拉出来 那我们先试一下13 当我点13on的时候 我会发现它亮红光 亮红光 然后把它关掉 好 那就关掉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改成11 好 再把它on 当我把11on的时候 好 它好像有点接触不了 没关系 调整一下 好 好 那个线材 好 我们这学生在用的 有时候用了很久 线材会接触不了 好 11呢 是绿灯 11是绿灯 那off 好 就关掉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十 第10之角 好 第10之角呢 点on的时候呢 它亮的是蓝色 蓝色 那off呢 就关掉了 所以10 11 13 分别控制三个颜色 这个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 我们如果要以数位的输出来 控制LED 在层次上是比较稍微麻烦一点 好 因为我们 好 因为呢 如果是类比输出的话 类比输出这边 类比输出比较简单 因为它可以直接在这边把脚位填进去 然后就可以控制它亮或暗 可是呢 在那个数位输出的时候 它的暗跟off是分开的 它不是用选的 所以你变成要用两个积木 那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下暗键 好 假设 2 我现在呢 要按 按1 按1的时候呢 是Digital 10 按 就是10号灯 就打开 那2呢 2 我们就让它关灯了 2就让它关灯 2就让它关灯 所以10号就关灯 所以这里就选2 好 同样的方式 那我3 3号就开11号 3号就开11号的灯 然后一样做法 11号的灯 OK 那再来就是13号的灯 13号的灯 那我们就用5跟6来决定开跟关 所以这里就是5 这里就是6 好 所以目前呢 我如果按1 应该就是红灯开吧 然后2就是关 然后我按3呢 它就是这个绿灯 绿灯开关 然后5、6就是蓝灯的开跟关 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 好 那我先按1 1 先把视窗缩一下 好 好 那我按1的时候 好 你看 1 1是10号是蓝色 2 3 4 5 6 所以6个按键就可以分别控制 6个按键就可以分别控制 6个灯 那如果同时开两个呢 它就会组合颜色 就会组合颜色 好 比如说 3号是绿灯 5号是红灯 那这开出来呢 就是 这什么颜色 好 好 那再亮1号也开 就会变白灯 三个颜色都开 三个颜色都开 就变白灯 好 所以它就可以控制 用数位的方式控制 开跟关的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 呃 随机乱闪的灯 随机乱闪的灯 好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 怎么让这个RGB LED 可以随便乱闪 好 那我们可以利用广播指令 因为广播呢 会比较好处理 如果是 如果是类比输出的时候呢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接角 然后这直接给数字 就可以决定它开跟关 好 那这个可以塞 都可以塞乱数 就可很好处理 但是我们今天用的是数位的方式 那数位的方式 比较不好处理 是因为它的ON跟OFF 是分开的两条指令 好 分开两条指令 那所以因此呢 我如果要让它乱闪的话呢 势必一定要 好 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 一定要把指令分开 那指令要分开呢 每一个灯 你就开跟关都要分别做 开跟关要分别做 好 所以我先把每一个灯的开跟关把它分开 好 接下来我用广播 在控制这边呢 这边有广播 所以我这个是接收 当接收到 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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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知道了 好 当我接收到1的时候 我就去13号开 当我接收到2 就13号关 同样的道理 我就把它设定好 123456 好 好 那当你1号到6号都设定好之后呢 我就来让它随机的开关灯 所以你要去广播 那广播什么呢 当然是1号到6号 那1号到6号要怎么样随机广播 其实就是运用我们的的运算 运算这个随机选一个数 那因为我们的广播告是1号到6号 我就把它开始跟结束 就是设定1号到6号 把它放进去 然后让它一直重复的去执行 然后爬太快 加点等待时间 好 那么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 各位没有看到 它会乱跳 程式这里 它随时会乱跳 因此呢 它就有的灯开 有时候有时候关 然后就会去混合颜色 或者各自颜色单一输出 或者甚至全部是关掉的 所以有的开开 关关 它会乱跳 这个是数位的输出 要怎么样做到随机的乱速 乱速的输出 好 类比 用类比的方式来做三颜色的输出的话 那就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的每一只脚 5号 我们待会脚要改接在5、6、9 5、6、9 那你改接在5、6、9的话 它可以做到类比的输出 那所以我们的10、11、12 就要待会要改成5、6、9 那我们今天的达标计数器呢 是用来做这个就是计算分数的 那你可以用在分组活动 也可以用在这个福利挺身技术 仰望起坐技术 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先设定一个目标 设定目标 然后在课程进行中呢 如果得分就按一次按钮加一分 那如果达到标准呢 就会有这个灯光啊 或者是语音恭贺一番 那这个讲义是有点错误啦 讲义有点错误 其实可以不用到变数 我们就直接来操作一次给各位看 好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 侦测这边把提问的积木拿出来 提问的积木拿出来 那提问的积木呢 这个地方 当然就要输入你的题目了 那请问今天的目标 好 那提问之后回答的答案呢 会存在这个地方 那因此我们找一个回圈 好我们用一个回圈 好这个回圈是有次数的 我们就直接让它执行几次 这个几次就是你刚刚所输入的次数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去侦测有没有按按钮 那按一次 如果按了一次呢 我们就增加一次 就把次数加一 好 那所以 它就是下一次就会再去侦测 那这样 这个里面的动作总共会做 你如果刚刚输入十 这里就会做十次 十次做完就会跑出来外面 好 所以因此 我们这里面就要去设定 有没有按按钮 那按钮要怎么侦测呢 我们刚刚在动作这边 按钮有没有侦测是这个东西 这个积木 那我们刚刚接在Digital 3 所以你这里要改Digital 3 那 这一个 因为我们的模组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它false的时候才是按下去的时候 那可是我们要怎么侦测 从没有按进入有按呢 好 所以现在true true是没有按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没有按的状态 那怎么样算是有按呢 好 就是有按的话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有按 有按的时候是false 好 按下去是false false x force 就是负负得正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让它就是从没有按进入有按 就变成要侦测两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是没有按的时候要为真 true 然后第二个状态是按下去false的时候 要把它变成真 所以变成foo 就是侦测这两种状态 当它从这种状态 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 表示它是从没有按的情况进入有按的情况 那因此呢 我们去控制里面找一个直到什么钱都等待着 把它放进来 再加一个 好 那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之后 这边就是没有按的时候 就会 这个就成立 它就跳下来跑到这里 然后当你按下去的那一剎那 这个就成立 就跳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按下去的那一剎那 这样叫一次 好 所以我把它放进来 那一次结束之后 它又会去等 你放掉 放掉 然后按下来 放掉 按下来 放掉 按下来 总共执行你今天所要需要的次数 那执行完次数之后呢 那执行完次数之后呢 我们最后 你做完之后 它会跳出来 那跳出来这个地方 我就要去 去比如说 要去播放一些 恭喜 因为它已经做完了 所以要播放一些语音 还有播放一些这个 比如说灯光闪烁的部分 灯光闪烁的部分 那我如果呢 想让它同步 做完的事情要同步 我可以利用广播 所以我直接广播 开一个新档 恭喜完成 然后呢 我就要需要去做那个 恭喜完成 恭喜完成的部分 比如说灯光要闪烁啦 或是说要播放语音 那我们先来做播放语音的部分 那所以呢 一开始声音这边 一开始没有声音 那我们就去做一个录音的动作 恭喜完成今天目标 恭喜完成今天目标 好 录音OK了 就会有一个录音档 那你在程式这边呢 就可以把声音 播放声音直到结束 那我们再来做一个 再来做一个这个灯光控制的部分 所以一样到控制这边 一样是恭喜 让它有两个 两个 两个动作要做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灯光闪烁 那灯光闪烁的话 我们今天如果是用 数位的 用类比的 我们会接到五六九 五号六号九号 那所以呢 你把那个 刚刚的十十一十三 改接在五号六号九号 好 改接在五六九 那改接在五六九之后呢 好 所以我们的程式就会变成 你要去控制灯光 就很简单的 就用这个指令 5号 6号 9号 那这个呢 就是 好 这个255 就是全量 全量 那每一个 各控制一个颜色 各控制一个颜色 那我们今天如果只要其中一个 我们就用一个就好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一组用一个灯 一组用一个灯 所以我就用这个灯就好 那我让它闪烁呢 就是要on跟off 所以我就复制一下 on 然后off 就是0 那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所以 我给它等待一点时间 0.1秒 好 好 给它闪个十次好了 好 这样子 好 那么所以我们来测试一下 当我按日期 一开始会问我今天的目标 好 那假设我按五次 选择五次 那它就会开始等待输入 好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恭喜完成今天目标 好 它就会自动侦测到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达标计数器 那如果你要做 现在这是只有一组 如果你要做 做六组的话 你就再拿一个 RGB三色灯 或者三个颜色灯都分开接 然后这个按钮就可以有六个 有六个按钮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程式呢 扩充 把程式扩充 那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你嫌按下去呢 都没有什么反应 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按 那其实你可以再增加 再可以增加 那比如说 在每一次按下去的时候 就让它闪一下 就是每一次就做至少做个讯号 让我们知道说我有按到嘛 所以因此呢 我一样可以用这个 副程式的概念 广播的概念 当我接触到一次的时候 我就闪一次 这个叫一次 一次开一次关 然后声音呢 我也可以有声音啊 所以一样我到声音这边 我直接会入图库里面的效果音 好 那所以我在程式这里呢 我就可以播放 啵 如果我是按下去 每一次按下去的时候 我就播一个啵 或者播放直到完毕都可以 好 这样子每一次按下去 也会有声音 那最后结束也会有声音 好 所以呢 我来试一下哦 好 这是我十次好了 十次 恭喜完成今天目标 好 这个就是达标技术器 那所以如果你要测比较远距离的 你可以用红外线 那红外线放在头的前面 你就可以做仰卧起坐啦 伏地挺身 就可以一样测运动的数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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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